大家好,进入7月就进入了这个酷暑的季节了 那么在这种非常高温的一个环境下 我们养兰花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重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要做好通风降温防腐苗 那么想要做好通风降温防腐苗的工作 我们就要从这几个方面来着手了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要做好通风的工作 做好通风工作 我们就一定要保证空气的对流 因为只有通风做好了 才能够做到一个降温防腐苗的效果 那么如果通风不好就特别容易自身病虫害 而且特别容易出现禁腐软腐的情况 所以通风非常重要 如果通风不好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利用一些小风扇之类的 加强这个环境的通风透气度 第二个呢就是浇水 这个时候呢大家浇水的时候要注意 防止盆土过干 但是盆土也不能够过湿 过干过湿都不利于它生长 因为夏季呢水分蒸发特别快 如果盆土过干不利于你这些新芽的生长 如果是盆土过湿又容易自身病虫害 也导致它烂根 所以呢我们最好就是保证盆土啊 微微湿润就可以了 第三个呢就是要慎用肥 这个时候呢我们最好就是不用肥 或者是用肥的话 一定要稀释非常低的这个浓度 比如用这种有进氧液 我们一般是稀释500倍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可以建议大家稀释1000倍 甚至是1500倍 这样子我们再施肥的话就不容易产生肥害 也不容易导致烧根的情况 那么第三个就是病虫害的防治 因为这个时候温度特别的高 再加上呢经常有雨水 高温高湿的环境下 特别容易自身病虫害 水防治病虫害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一定要定期给它喷洒杀菌药和杀虫药 为增强植物的抗力性抵抗力 我们要给它大概用一到两次的这个零刷清甲 来增强植物的一个免疫力 这样呢它就能够生长得更好 不容易出现这个浮苗的情况 那么我们在七月做好这四点 你的兰花呢基本上就是月下无忧了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